我们现在进行下一个练习 然后划分网格这一部分 然后我们先打开这个模型 然后进入网格划分的这个模块 然后我们就可以划分网格了 那这个的话它有两个object 一个是装配件一个是部件 因为我们这个呢它是一个依赖的部件实力 所以我们要到装配件里面去画 那大家也如果想要到你的这个装配件里面画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把它的这个全都改过来 改成独立的 那这样就可以到装配件里面画了 那如果是在无所谓的话呢 也可以直接到部件里面去画 都是一样的 就是大家可以直接在这边去修改就可以了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这是两个部件 那这两个部件的话呢 我们要对它划分网格 首先我们这个颜色的话 代表我们在这个状态下是不能划网格的 所以大家就需要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直接我们用你的那个四面体来画 还有一种就是剖分 那我们这两种都试一下 首先我们把它的这个model 抠一个过来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第一个model 第一个model的话呢 我们用剖分的方法来做 然后就是tours partition 那partition的时候呢 我们要剖分的是体 然后它会有不同的这个剖分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 先用这个面剖分一下 还有这个面 然后就是extend face 比如说这个 这个我们先选择这个体 我们要剖分的 然后选择一个面 我们用这个面 然后create一下 那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这个剖分好了之后 它这边有一个颜色上的反差 它会自动来选择颜色 这个绿色就代表 大家可以用你的结构划分网 来划分网格 那再往下的话 我们要把这一部分 那这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不能画 我们也要把它剖分 就从这边剖分开 那剖分的话呢 它就会有不同的这个 剖分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自己去 定义一个剖分的面 我们选择这个下 要剖分的 当一下 然后它会有不同的剖分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点跟法项 选择一个点 经过这个点 然后反向是这条线 然后当一下 它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就剖分好了 它剖分成了两部分 那剖分好了之后 它的颜色会自动显示出来 是这种黄色 代表我们可以用 sweep的这个分网技术来划分 那这个部件我们剖好了之后 我们看下一个 这个实体的这个 我们可以直接用它的这个面的延伸 选择shell 选择面 剖分 那它会自动的颜色上 就会显示出来 你用什么样的分网技术 这个剖分好了之后 大家就可以来设置你的单元类型 还有你的这个单元形状啊 等等各个方面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它要 mash它要控制 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分网技术来划分 mash control 大家看一下 你可以选择一个 那这边的话就说明我们可以用结构化分网来做 黄色就可以用sweep的分网来做 然后点一下ok 那这样之后呢 我们这个cantrol设置之后 在下面我们就可以设置你的element type element type是在这里 单元类型的设置 我可以选择你的这些区域 然后设置单元类型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默认的是 standard的影视的 3D英立的 然后这边是线性积分 然后下面这个呢 它是有不同的这个element control的方式 我们用减缩积分的这个单元来做 然后它会给一个总结 是c3d8r就是三维的八节点的减缩积分单元 我们就用这个单元 点一下ok 那这边你的单元类型也设置好了 再往下达就需要设置你的这个种子 种子的话呢 我们设置为0.004 apply一下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它整个的这个种子的分布 我们点一下ok 确定它的这个分布 这边确定好了之后 大家就可以来划分网格了 我们点这个mash 然后它会让你select一个part 那我们选这个 当一下 那这个就画好了 那这边它如果你的这个网格 中间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它也会给你提示 就是说你这个有可能会有问题 你可以verify你的这个单元 那再往下 我们再可以再mash一下这个part 当一下 那这两个部件就画好了 这是我们用六面题的一个方式来画单元 那么再往下的话 我们看一下四面题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模型 model 2 model 2里的话呢 如果大家直接用四面题来画的话呢 是不要po分的 直接在你的这个element control上面 我们就选择这两个部件 然后直接把他的这个六面题 然后直接把他的这个六面题改成四面题 用fray的分网来做 然后点一下 ok 当一下 然后我们选择他的这个单元形状 选择这两个部件 单元形状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他这个默认的C3D4单元 三维的四节点的 点一下ok 那单元类型也是好了 再往下我们可以设置他的这个种子 种子的大小呢 还是0.004 upply一下 大概会看到他的这个种子的分布情况 那我们点一下ok 确定他的种子分布 那在下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来划分网格了 挡一下 然后选择这个part 那我们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网格就划分好了 这个就是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画 一种是大家需要po分来画 一种就是直接画四面体这样的方式 那大家可以把你的这个模型保存一下 点一下ok 那这就已经保存好了 那这个练习的话